娱乐圈的明星大多数成家比较晚 有一些生孩子的时候已经是大龄孕妇了 一方面是受孕比较困难 还有一方面是高龄生产比较危险 所以很多明星夫妻选择了领养 既能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 又能贡献一份爱心 演员陈冲就是这种情况 当时她因为一次流产而导致很难受孕 就选择收养孩子 并幸运地收养到一对双胞胎女儿 陈冲英小花 当年只有19岁的陈冲 就成为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出演末代皇帝中的女主角婉容 陈冲在美国影坛开始展露头角 参演了很多好莱坞影片 绝对是一个国际巨星 当初收养这对双胞胎的时候 陈冲夫妻二人非常开心 可是没多久陈冲发现自己意外地怀孕了 并生下了自己的女儿 这时候陈冲果断地把收养的双胞胎女儿 转送给国外的一个朋友照顾 据说是因为没有太多精力照顾那么多小孩 可不管他们如何解释 夫妇俩有爱心的形象早已崩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